库尔斯克号核潜艇被北约潜艇撞成 克里姆林宫回应 原标题 俄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默因与北约潜艇相撞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22日表示 克里姆林宫认为 没有必要对关于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灾难的新说法发表评论 因为调查已经得出了最终结论 据塔斯社11月22日报道 佩斯科夫强调 没有评论 你知道曾有一个调查 调查得出了最终结论 因此我们不想评论这里出现的任何其他说法 报道称 佩斯科夫就库尔斯克号核潜艇 据称可能由于和北约潜艇相撞 而沉默的消息 发表评论请求时 做出了这一回应 佩141库尔斯克号导弹核潜艇 于2000年8月12日 在巴伦之海演习期间 因为鱼雷发射馆中发生爆炸而沉默 据早前报道 俄罗斯北方舰队前任司令维亚切斯拉夫 波波夫海军上将称 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默 是由于与北约潜艇相撞 他还撑 当时的SOS求救信号 不是库尔斯克号发出 而是位于附近并受损的 一艘北约潜艇发出的 该艇在挪威海岸附近 被俄军反潜航空兵发现 他有90%的把握 知道后者的名字